王力宏 李敬蕾離婚風波越演越烈 有網友發現兩人在紐約離婚官司 有了新進展 指稱李敬蕾因為一直沒有提交 有關男友出軌證據 遭到法院判決 藐視法庭的罪名成立 並憑準王力宏申請的強制執行探視權 對此 李敬蕾透過律師 特別發出聲明稿 驗證駁斥 聲明稿中寫到 有心人士透過網軍和媒體 不斷散播不實謠言 操弄輿論風向 事實上 紐約法院經過審理 以判決駁斥王力宏訴求 李敬蕾聲明稿中也說到 部分媒體顛倒是非黑白 捏造不實判決 結果已經觸法 而且侵害到女方的名譽 呼籲各媒體和網友立即停止散佈 未經查證的不實言論 否則將會依法追究